外外现场来关心日前新竹有一辆乡行车 驾驶竟然一连横切了三个车道右转 不慎擦撞到一名机车骑士 警方表示转弯车没有里让执行车 最高可开罚1800元 身穿蓝色羽翼的骑士在外侧车道执行 没想到到了路口 黑色乡行车直接从中线连切三个车道紧急右转 骑士铲避不及直接撞上 要提前30公尺将车驶入外侧车道 方向灯的使用一定要打好打满 这样才不会发生交通事故 这起事件发生在18号竹北市自强北路 机车骑士受到擦挫伤没有生命危险 但黑色乡行车急切车道的行为 将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48条 没先驶入外侧车道和为里让执行车 最高可开罚1800元 另一起车祸发生在南头 蓝色小货车煤一号制强快左转 撞上对象执行的机车 这一撞骑士被撞飞 送医后宣告不治 死亡车祸发生在22号中午 南港二路平山路口 当时78岁的男子开着蓝色小货车 自称赶回家拿药 路口强快左转 撞上76岁抢黄灯执行的机车骑士 那双方驾驶人行进入口 于号制灯变换之际 双方均抢快和造成本市死亡交通事故 货车驾驶酒测值为零 双方抢快酿货造成义死 责任归属 警方还要再厘清 这新竹南投综合报道